在开幕仪式 在赛前一个简短的开幕仪式之后呢 就要进行开球 当然开球今天的组合呢 也可以说是费尽苦心的黄金阵容一样 担任投手的将是李总统登辉先生 捕手呢是台南市的大家长 施志明施市长 另外要负责打击的是 省长宋楚瑜先生 另外担任主省的是 中华职业棒球联盟的陈崇光陈会长 然后我们在画面上 大家刚刚隐隐约约也看到 这个有点点荧光幕呢 是这一次在台南球场整修的过程当中 额外增添的就是有一个 这个所有球场当中第一个创举 就是有一个荧幕 这个荧幕呢可以打一些字啊 等等的一些讯息呢 给现场的观众可以说是荧幕了然 我想这也是在台湾球场 修改的整机的过程当中第一创举 我想其他各地的球迷来看的话呢 应该会蛮羡慕的 这个球是李总统是越投越高 赛前呢还可以说是魄力的绕场呢 跟台南地区的球迷 现场的球迷呢打了声招呼 在开球一次结束之后呢 哇 现场也燃放起了高风烟火 我们下转的球迷